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使我们人生脱离羞辱 走在上帝祝福的道路里面 不仅自己得着上帝的恩宠 也要得着人对我们的恩宠 不仅自己有尊荣 也使训回我们的父母有尊荣 这边也提到说要用心的来保守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真言智慧 好像来保守我们自己眼中的同仁 就是指的瞳孔 有人或是有东西接近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我们都会闪躲 就代表我们有一个本能的反应 不让我们的眼睛的瞳孔被人家碰到 也是一样 当我们把真言的智慧存济在心 以至于当那些恶事 或是不讨神喜悦的试探诱惑 临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立刻怎么样 远离这些试探 就好像保守我们眼中的同仁 不被人碰触一样 要细在你的指头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都代表怎么样 要实时的去 纪念这一些真言的提醒 第四节 要对智慧说 你是我的姐妹 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他就保守你远离淫妇 远离说惨媚化的外女 在这个一到九章里面 智慧常常被这个拟人化 拟人化的目的是要增加智慧 跟我们的互动 好像智慧在邀请我们 要领受智慧 免得我们人生做出错误的抉择 因此智慧的拟人化 就是增加跟我们的互动性 让我们怎么样 想要去回应他 以至于不要选择错误的道路 在第一章智慧被描写成 好像是一位女先知 在第七章智慧被描写成 我们家中我们的亲姐妹 要听亲姐妹的话 而不要听外面满嘴 这个游蛇 这些诱惑人话语的外女的话 那在第八章 智慧又被描写成一位工匠 或是一位小孩子 这个充满了喜乐的智慧 在第九章 智慧又被描写成一位 这个大户人家的女主人 邀请我们去赴智慧的宴席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六节 我曾在我的房屋的窗户内 从我的窗棱之间往外观看 看什么呢 第七节 见渔蒙人里面 少年人当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 直往通他家的路去 正言第七章特别在提醒我们 特别是提醒青年人 后来到半夜最后是落入完全的黑暗之中 代表他的路越走越黑 这是一条不归路 这是一条不归路 第十节看啊 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 是妓女的打扮 有诡诈的心思 这边特别提醒少年人 就是涉事未深 很容易被诱惑 就走进色情跟情欲的诱惑里面 第十一节这妇人喧嚷 不守约束 在家里停不住脚 有时在街市上 有时在宽阔处 有时在各项口敦服 智慧呢 他在真言里面 他常常在街市上 在宽阔处 在各项口 公开的邀请人 来向他学习智慧 领受生命的智慧 以至于能够在上帝跟人的面前 得恩宠 得祝福 但是呢 现在这个淫乱 或是色情 或是情欲 他也在街市上 也在宽阔处 也在各项口 但他不是公开的邀请 他是敦服在那边 寻找可吞吃的少年人 十三节 他就拉住那少年人 与他亲嘴 脸无羞耻的对他说 平安记在我这里 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 第一个 他要卸下人的心房 特别是要卸除 人对上帝敬畏的心 因此呢 这边讲到说 不要惧怕神 不要惧怕上帝 因为我今天才献过平安记 我今天才向神 还了我所许的愿 很多时候我们步入色情 情欲 或是奸淫淫乱的试探的时候 都会给自己找很多 合理化的借口 这边就是一个例子 十五节 这个淫妇继续说 因此我出来迎接你 恳切的求见你的面 恰巧遇见了你 他说哇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我今天呢就想着你啊 结果呢一走出来呢 的时候边走边想 好希望今天能够碰到你啊 能够碰到我的这个白马王子 结果呢 就这么巧就遇见了你 你说这不是上天的安排吗 十六节 我已经用绣花毯子 和埃及献枝的花纹布 铺了我的床 我又用墨药 橙香桂皮 熏了我的床榻 你来 我们可以保享爱情 直到早晨 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 因为我丈夫不在家 出门行远路 他手拿银囊 必到越旺才回家 这边告诉我们说 这个淫妇 她的丈夫出远门去赚钱 然后呢到越旺才回家 但是呢 这个淫妇 却用她丈夫赚钱 所买来的 很多外国的这些奢侈的 包含绣花毯子 埃及 现支的花纹布 也用了远方买来的 贵重的墨药 橙香跟桂皮 把她的床榻 悬得香香喷喷的 要勾引这个少年人来行营 二十一节 淫妇用许多巧言诱惑她随从 用惨媚的嘴逼她同行 少年人立刻跟随她 结果呢 好像牛 往宰沙之地 又像愚昧人 带锁链 去受刑罚 只等到 箭穿透她的肝 如同雀鸟 急入网罗 却不知是自己 自上己命 这边讲到 少年人把持不住 很可能我们现代语言 就是进入了 这个网络的色情 或是进入圆胶 或是进入各样的 情欲的探索里面 她的结局就是很像是一只飞鸟 很盲目的急速的往前冲 却进入捕鸟人的网罗里面 那好像是无知的牛羊 就被牵着到宰沙之地 却不知道要逃脱 二十四节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留心听我口中的话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 不要入她的迷途 因为被她杀害扑倒的不少 被她杀戮的 而且甚多 她的家是在阴间之路 下到死亡之宫 这边结局告诉我们说 她劝勉她的众子们 要听从这样智慧的训绵 千万不要走入这情欲的诱惑里面 她的结局是阴间和死亡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年轻人 主让他们的心思意念 主常常被主的宝血来洁净 求主护卫他们的心 求主用你的真道 来保守他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好像保护他们眼中的同人一样 主让你自己圣洁的教训 长存于这些少年人的心中 好让试探诱惑一来的时候 好像要 感觉好像要有尖的东西 要碰到他的眼睛 他立刻就 就散开 就远离那邪恶的事 因此亲爱的主 恳求主保守我们的下一代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